但是這麼大隻我總感覺恐怖 大家好,今天阿清來到和愛的一家夜市 沒有遊客的,都是本地人的 裡面有擺了很多蟲子,還有葉卷 各種沒有吃過的美食 今天阿清還把葉子當美食來吃下去 這葉子到底能吃嗎?我們試一下 味道有點冰冰的 但是很老,咬不下去 所以帶你們去看一看 吃蟲子是怎麼樣的體肺 這夜市在德教肅牆學校正對面 有很多泰國地道的小吃 走,我們現在就去看一看 好大呀 嗯... 可可娜 蜂蜜 是的 这一块多少钱 这个是烤好的 在泰国这么多天 第一次见过这么好客的美女 刚拍摄的时候就要免费送我们吃 买的时候又送 这一把 花生 这个就是这边的小吃了 那我这个拿了一个 还有这个 4个 1次网 8十多块 8十多块 OK 谢谢 谢谢 7个 还有3个 不 送来还好 谢谢 谢谢 这是牛肉好像 这汤一大锅的 就煮了一大锅 有猪皮啊 这些的 还有一标吧 笋 鸡蛋 肉 好 超棒 很香啊 这是肉丸吧 一大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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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酱 说实在的语言很不通 真的有点不方便了 这一道是竹筒饭 这个是 有一个 一个 白色 这个是白的 那就可以白色的一个 一个 一个 这就可以 多少 35 35 好嘞 这家是炸虫子 哇 好多虫子 看一下 好像蟑螂一样的 拉脚 炸 你看 这不知道什么虫 很多不认识 蜗蜡蜓 蛎蜓啊 哇 在里面炸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 这个还没有炸的 洗一下 好多 都一整包一整包的 来 是这个虫子 它有一种香味 那种香味我不懂是什么香味的 那种 还放一点太过干的香叶 味道就不一样了 虫子 感觉还会冻一样的 我以为它里面的东西还要挤掉了 熟了 现在炸另外一种的 这个黑黑的不知道什么 原来它参参了 有放辣椒 这一包是三十泰铢 这个感觉有点恐怖 其实它不是放辅椒粉 是放椒盐 但是这么大只 总感觉恐怖 很可厉害 很蛤蜊啊 哈哈哈哈 是这个炸熟的感觉 还比较醒啊 还是熟的 吃起来比较安心一点感觉 哈哈哈哈 它味道呢 都拌的都是一样的味道 就是这个 吃的有点恐怖 怎么讲呢 就是有点怕怕的那种 哈哈 暖暖的 幸亏不是生的 如果生的话 就是吓死我 赞了 感觉还是炸虫子好吃 虫子炸的挺香 都有带一点椒盐味 吃起来呢 有些酥 有些绵 有些脆 但是越嚼越香 没什么异味 很不错 这个大虫子呢 就不敢恭维了 这一袋呢 是卖各种韩式乐口起司 很多种口味哦 我点了一个是麦片乐狗起司 他有帮你锅炸一下 麻油腿 起司 这乐狗起司是49泰铢 OK 一条 哇 好大哦 很烧 刚起锅的啊 酥脆奶里面就暖 因为它是起司里面还可以拉丝哦 很不错 甜甜 有点酸酸的 这乐狗起司呢 酸酸甜甜的 外脆内暖 起司味浓郁 香甜可口 这个是炸猪肉呢 这个我就不懂的是什么 这一袋是寿司 这一袋是寿司 哇 漂亮吧 五颜六色做得很美 这一袋呢 是海鲜 这个是花蟹 生蚝 这个好像海泽 这个是凉拌的 芒果 芒果丝 还有蝦 海鲜啊 米粉啊 还有辣椒 辣椒 我们看一下它怎么做啊 不是吧 感觉好像有点臭鱼一样的 OK 有缠绿 哦 哦 顺便 雷汪嘛 哦 雷汪 哦 雷汪 雷汪 哦 雷汪 这个就不知道什么了 这个小螃蟹 还有雷蒙 芒果丝 这个呢试一下 因为没有吃过 所以要试一下 今天尝试的多数是没吃过的 这一份是六十泰铢 这个感觉呢比较高价 拌生蚝才四十 这个需要六十 这个呢拌的就没有那个生蚝的好吃 总感觉有一种臭鱼的味道 给我的感觉不是很理想 也算一种挑战了 但是好像没有很成功的感觉 这里还有小孩子玩的地方 还可以听歌 这一道也是海鲜 厚 这边也有卖厚 这边又是烤的了 这水 各种各样的水 青口 你看他们剥了就放在袋子里卖了 这样一袋呀 六十 感觉的肉还行嘛 我不大喜欢吃青口 鸡 哇 这鸡好漂亮 是串串 也是烤的 炸鸡哦 海鲜煎 超过条 很漂亮哦 真的 生烟了 都是烟了 都是烟了 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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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牛肉的 牛角尖 是拌水果 有39、40、59的 后来拿来拌了 这是专门卖糖果的 这也是烤的 这个也是炸的 安全 各种 虾 这生蚝 还是棒生蚝好吃 生一片 虾 海泽 螃蟹 这个 鲜贝 这蛋糕 这个 鲜贝 这边都卖衣服 还有 灰 两条 这个饭 白色的 是35 这个 其实它包了一层竹膜 这个膜 竹子的膜 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 青菜 吃一下 椰香味挺浓的 糯米很糯 还有红豆 蠻香的 蠻香的就是了 跟我们 马尔西安的 竹筒饭 差不多一样 只不过它有放豆子 这竹香饭 糯米香甜 软弱 还有一股淡淡的竹香味 很不错 它说叶子可以吃 我都怀疑人生了 这个叶子也可以吃 我试一下吧 感觉很老的样子 它是腰豆炒 那个糖浆 它吃起来呢 腰豆很香 这叶子到底能吃吗 我们试一下啊 味道呢有点冰冰的 但是嘞 很老啊 咬不下去 这腰果配合焦糖 很香甜 如果少甜 和把腰果炒酥的话 会更好 能把叶子当零食吃 应该我是第一个 试一下这一个 他说是 就是 椰做的 里面是这样子的 挺甜的 但是椰香味浓 烤一下呢 就好像有焦香味 一点点焦香味啊 不是很浓的那种 吃到这个烤的这边呢 就会好像有点嚼劲 但是很香 可以说这边东西有些都很不错 很不错 这个叫泰国叶卷 烤椰丝 花生 还有就是虾米 酱汁 辣椒 这个就是 姜辣 大葱头 还有就是 柠檬 来试一下 主要是 这个叶子 包住这些东西来吃 来 这放这里 这个都预备着放这里 撕开啊 倒这里吧 不然的话 没地方放啊 这个就用倒的了 不然的话 放不下 打开这个 这样子了 打开一点 等一下用倒 OK 开始吃 还有辣椒 我们先剥一下 不幸吃了没病啊 辣椒放下去 可以吃 刺激味蕾 我感觉 这样子卷 应该可以 这样子 我来 这个放一点 因为好像料不是很多 哈哈哈 这样子 这个柠檬放两 放两个 大葱放几个 姜 放两粒 辣椒放一个 还有就是这个 那这样子的咯 我们试一下啊 味道很丰富 味道很丰富 又有姜的味 又有柠檬的香 还有葱头的香味 主要是这个东西很脆 咬起呢 又酥脆甜甜的 还有一股花生香味 这个味道呢 是很丰富的那种的 一口咬下去 非常刺激味蕾 辣酸甜香脆 一起尝到 我很喜欢这小吃 好了 今天阿清就介绍到这哦 下期再见